小郑是福建人 8月份独自来到杭州打拼 目前在一家民办幼儿园上班 杭州萧山区宁威街道丽华路上 有家地帆护肤造型 小郑有次下班经过这里 花20块钱买过一张洗剪吹体验卡 那天下班我很疲乏 太累了 我想说那个就是去洗头 然后他就说洗完头 他说有一个10分钟的肩颈推拿 有一个免费的10分钟 体验 然后他就领我上二楼了 小郑说 10分钟推拿体验快结束时 工作人员又推荐他 把一整套推拿都做完 给一个优惠价100多 然后后面我就想说 那好吧 既然要放松 不然就坐一下 那个师傅进来的话 他就说 然后说要帮我看一下 然后说 你这可能后面会不孕不育 你这肿块很大 你这估计是乳腺癌 让我帮你推拿一下 你当时听到他说 你这什么心情 我就可害怕了 就是当时在 神态不是很清醒的状况下 然后 整体的状态不好 就觉得自己哪里都不舒服 小郑说 对方向他推荐了一个套餐 包含10次推拿 总价7000块钱 帮我改善啊 就是让我这个总块消除 他就告诉我说 你如果不做的话 你这个会很严重的 然后你这可能 可能后面会治不了 小郑说 最开始他是拒绝的 加上自己刚来杭州 没什么积蓄 但经不过工作人员的劝说 最后支付了4000块钱 其中3000块钱 是从戒备平台借来的 后来 他去浙大少益夫医院 做了超生检查 医生诊断为 双乳乳腺增生 说是常见现象 暂时不需要治疗 小郑现在希望退掉 没有消费的部分 找到这家地凡护肤造型 店长把记者和小郑 带到门外沟通 不一会儿 一位短发女经理来到门口 她说自己就是给小郑 做监警推拿的人 我说你有戒戒业 我就说后面 我就跟他推了几下 然后呢我就建议他 去医院检查 如果我说 简查一下 因为别放心啊 如果不管是 男的女的 其实我们都有乳腺癌的 就这个东西的话 看各个 就乳腺结 乳腺结结 那您当时表述的时候 是怎么跟他讲的 有没有说 他这个是乳腺癌 没有呀 我说他去医院检查 那你有没有说 他比如不孕不育啊 这种 更加 我们又不是医生 我们去说这些东西 交警理说 他推荐的推拿套餐 是保养身体的 不存在 可以治疗病症的说法 记者看到 店内悬挂了营业执照 想看看仔细 不过被店长挡在了门外 我们想看一下 您的营业执照 有没有美容的项目 有的 有的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方便吧 不方便 对于小郑提出的 退费诉求 店长表示 要和财务核实一下 10月29号 会给出退费金额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